现在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出乡者 国防理事 国防拍照非常多年 我面前跟国防聊天才知道 国防真的是所谓的斜杠人 他有太多兴趣 太多诗号 太多专长 非常厉害 比如说他会去收集收藏品 拍卖品 这事情很艺术的东西 他自己又写书法 又学画画 太厉害了 他又很专业的拍照 他还会受人请托去做商业摄影 他又是Minnox 台湾的总代理 Nance Pen的总代理 所以我蛮佩服他的 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斜杠人生 那我们二话不说 我们欢迎国防 我们分享你的美好的摄影经验 欢迎国防 谢谢教官 教官太过奖了 汇里的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就分享大家一些 我接触摄影 其实有三十几年 我要从摄影取决于光 来开始讲 我先打断你一下 我们是不是来盯选一下 让国防的画面变成我们的主要画面 有 已经盯选 好 OK 好 OK OK 好 继续 谢谢 那再来呢 就是说在我们建议啊 这个比较高阶的摄影技巧之前啊 一定是我们要把这个最基础的 就是说整个相机啊 还有曝光啊 它运作的方式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有很彻底的了解以后呢 我们要进到这个高阶的操作技巧啊 就比较扎实 所以今天我会用一些啊 拆解的这个机构啊 跟设备啊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摄影这个很扎实的一种 它的运作的方式 那首先呢 我想的摄影呢 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三个参数啊 就是说 拍照人啊 我们就是喜欢拍照的人啊 这三个参数啊 能够灵活运用啊 能够理解熟记的话 那你后面的这些 很多的题材啊 你都可以拍摄成功 那我说我会把相机啊 这个底片 再来呢 就是说 它整个构成呢 再来就是一个镜头 镜头把光啊 带到相机 那么你看到 底片的快门联幕还没打开 那光这个时候呢 不会在底片曝光 那那我把这个快门联幕打开 对 这画面看得到吗 看一下在一边 好 是不是快门联幕是不是打开了呢 大家看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开启快门就曝光了 那曝光呢 在以前呢 是这个曝光在底片上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镜头的里面呢 它有一个控制光的一个装置 你看我把这个控制光的装置呢 开大缩小 这个叫光圈 光圈可以缩小 减少光的进入 可以放大 增加光的进入 所以这个光圈的参数呢 我们也要熟悉吧 待会我会一一的来说明 光圈可以打扰你一下 大家现在画面是不是 光圈是主要画面 那其他人是在你的画面的右边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不是的时候呢 请到你的画面上面 画面上面有一个三个数的三个点 在那个地方你点一下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去选择你的画面 有一个Change Layout 在那个地方 你选择你画面编排的方式 你选择一个有一个主画面 跟所有人都在右边的那个画面 选完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光圈在正中间 就是谁说话 谁放正中间 那不说话的人 请把你的麦克风都关掉 这样子我们就会只听到国王在演讲 不会听到其他的声音 好 如果OK的话呢 国王请继续 那我继续哦 好 谢谢 就是刚刚讲到 光这个镜头里面有光圈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 可以把它放大 我来控制光进到底片的 这个速度 就是它的单位速度 那再来 快门呢 联幕的开启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它的速度啊 比如说曝光1秒 大家看 这个是曝光1秒 曝光1分秒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光线越微弱 那我们曝光的时间要越长 那光线越强 那曝光的时间就越短 像这样曝光时间就很短 那曝光时间越短呢 我们能把 就是说移动的 移动的主题 越能去凝结它 甚至曝光速度越短 越快的话 那移动的鸟类啊 飞行的鸟类 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凝结下来 那这个是快门 拍摄夜景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去曝光 就会用慢速的快门 甚至夜景会架在脚架上啊 做长时间的曝光 把微波的光 透过长时间的曝光吸收进来 这个就是快门 那我有个装置啊 可以让大家看那个 这个就是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的结构 它可以缩小 也可以放大 可以缩小 可以放大 可以缩小 ok 好 那再来呢 有一个叫ISO值 就是感光度 显影元件 那 在以前啊 數位相机还没推出的时候呢 这个ISO值啊 我们就是购买底片 底片写200呢 那我们就是固定 这卷底片撞上去啊 在我们这卷底片拍完前啊 都是以200度的ISO值去曝光 这是在底片相机时代的时候 那数位相机时代呢 这里面是CCD2 CMOS影像截取器 所以 我们 比如说我们拍第一张 是100 低感光度的ISO值 第二张你可以马上拉到高感光度的ISO值 就 就没有那样的限制 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去切换你的感光度的敏感度 这个就是ISO值 那你要怎么去活用呢 就是活用光圈快能跟ISO 那我这里有一个测光表 在其实如果你能了解 测光表 测出来的光啊 还有它的变化 它的组合模式啊 那你在整个摄影的这个操作上 就可以很灵活 你如果手上啊 你有一台数位相机 其实你也可以去测光的亮的地方 光暗的地方 这个相机啊 他所测出来的光圈快门啊 组合上会如何变化 但是今天我在解说的时候啊 我会用这个 这个测光表 我来看一下哪一个角度啊 可以你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来测一个光 我测我这里面的一盏灯 就是光啊 那当你离光源越近的时候 那光的强度越强 那离光源越远的时候啊 这个光粒子的这个损耗啊 就是说 你的光就会越弱 那我靠近这个光源来测一下 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啊 他 有一个 底片感光度在上面那一排 是100 那下面呢 他分别有 这个快门速度 30呢 就代表30分之1秒 那光圈呢是2.8 哦 就是说当你的相机 帮你测出这个数字的时候啊 你不一定要完全按照相机 测出的数字 来做这个设定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变化 哦 比如说我想要快门速度快一点呢 我就在这个亮度下 比如说我增加快门 但是呢 相对的 刚你速度快 他的光圈就要放大 你快门速度快的时候 你必须把光圈放大 就是说 让 就是说每单位时间啊 进来的光量大 哦 那你 你拉长你的曝光时间呢 你就得把就是光圈 就会配合缩小 就要配合缩小 让每单位进来的光线少 就是说光圈跟快门啊 它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你要建立这个观念 那再来ISO呢 ISO的影响 假设 我刚刚测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ISO 这个条件 光圈条件 ISO100 光圈2.8 然后快门速度 30分之1秒的时候 我们可以曝光正确 曝光正确呢 就是说 你有正确的曝光 你拍出来的照片色彩饱和 那个 线条啊明显锐利 所以那是一张成功曝光的照片 或者是他的阶调会很丰富 成功曝光的照片 这是ISO100 但像我们在野鸟摄影的时候啊 有时候在清晨或黄昏 我们想啊 这个鸟类啊在溺食 我在ISO100啊 光圈 快门2.8 快门30分之1秒的时候 因为鸟类移动逆时啊 我拍摄会模糊 那这个时候我有个ISO 第二的选项 假设他其实有很多选项 我把ISO拉高到800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我拉高到800的时候啊 一样的光源 他可以让你快门速度 提升到250分之1秒 这个在你的光圈 没办法再放大的时候 镜头有极限的时候 你就把快门速度加快 光圈快门跟ISO 这个是必须我们要有一个 建立一个很熟悉的一种观念 就是怎么去补偿啊 去运用它 这有点像你开车的时候 你在平地啊 平地你的车速可以快 你可以比较 短的时间到达你的目的地 那这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光线充足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比较好的条件 但是你要开车在坡度比较陡的地方 坡度比较陡的山路啊 你要到达同样距离的目的地 你得花比较久的时间 就有点像光线比较暗 你就要花比较长的曝光时间 就是我们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 后面就可以 进到说去怎么样去灵活 运用电化它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再来说就是说 在野鸟摄影呢 其实目前市场上 有非常多的器材可以选择 那有人会选择 比较小型的器材 那我怎么来比喻呢 就是说比较小型的器材 就是像类单眼相机 那它就会采用 比较小的感光元件 那这个感光元件的尺寸呢 它就类似于就是说 像 这个我拿两卷底片 可以看到一个大一个小 那大的这个呢 我们叫做全片幅 小的呢 我们可以它是8成 这个是110 110底片 小的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大概类似 市面上有些可能一寸 一寸感光元件的这个 比如说 Sony RX10 Mark IV 这种一寸感光元件 或是像Panasonic 有些一寸感光元件 类单眼相机 镜头不可以换 那这个是小型的 那这个是全片幅的 那差异呢 在哪里呢 假设这种小型的相机啊 就是说 我们在从事野鸟摄影的时候啊 就是说机动性比较高 它的优点 就是说 机动性高 你握持啊 比较轻松 你可以把它握得比较稳 就是说 摄影呢 就是说它有 它有 有些器材 你使用它有它的优势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缺点 就是说它的感光元件呢 会比较比全片幅的要小 嗯 这样看得到感光元件吗 哪里 我这个一台啊 一个是全片幅啊 一个是Force Assistant 这个是Force Assistant 这个是全片幅 所以全片幅呢 它的感光元件就大很多 那全片幅带给你的优势是什么 港元元件大很多 我们可以把ISOS拉得更高 那拉得更高的时候 它的影像例子啊 你会比较不容易太粗 还是可以维持 比较少的杂讯啊 影像例子 但是呢 像这种比较轻便的呢 它的用点是 你运用它拍摄野鸟 你很激动 但是呢 光线比较不足的时候 你拉高这个 你为了 比较快的快明速度 拉高ISOS 它的影像例子会比较出 杂讯比较多 那这个就是说 在器材 当你建构了摄影的基础 你去选择器材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器材呢 就是像机身的部分 接下来 机身你就想象成 这个机身跟镜头啊 在野鸟摄影来讲 这是两个是一种匹配的组合 相机的机身 再来就是镜头 在镜头的部分呢 这一个 这两个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看一下哦 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 一个口径比较大 一个口径比较小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使用 望远镜一样大口径的呢 入光量大 但是体积比较重 那入光量大呢 解析度高 它可以带来 7公里 使用比较高速的快门 用这个50mm标准的镜头来看 就是说同样的焦段呢 它是同样焦段 50mm的 为什么一颗比较大 一颗比较小 那你们也可以看到 这两颗呢 它的这个光圈 最大光圈 50mm的是光圈 最大可以开启到1.2 那这一颗呢 它是最大光圈 小颗的呢 最大光圈只能开启到2.5 所以啊 1.2跟2.5啊 就是说它带 那它带给你的这个差异啊 就是说 2.5就比较受到限制 当光线比较微弱的时候 2.5啊 往往你没有办法 比较不容易拍出成功的照片 那1.2呢 光线比较微弱 它提供你比较好的条件 可以拍摄出成功的照片 那再来同样的光线条件 1.2呢 你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来拍摄 这个影像 所以呢 大光圈呢 我们的镜头 我们就称为高速镜头 所以我们在很多野鸟摄影的场合啊 看到很多人会拿 就是说口径很大的这个镜头啊 像这种口径很大的镜头 很重的镜头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 比较大口径的镜头啊 它可以提供野鸟拍摄者啊 可以设定到更高速的快门 比我们使用这个 比较轻巧的镜头啊 在拍摄上更有优势 那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造成这个野鸟的摄影的发烧油啊 会不断的升级 比如说一开始啊 用比如说 类单眼相机 不可以换镜头的 那可能进展到 这个 进展到片幅稍微大一点 可以换镜头的相机 再进展到全片幅相机 那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野鸟摄影啊 会这样的追求 那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说为了要得到 比较低杂讯的影像啊 或者是 比较高速的 可以比较能够运用到更高速的快门速度啊 去拍摄到飞行啊 或猎骨猎物的这个鸟类 那 再来 常常就是说 一个 拍摄野鸟 因为野鸟距离很远 那我们常常呢 我们跟野鸟之间的距离啊 太远的时候啊 我们的 像对焦的成功率啊 也会降低 或者是说 我们能获取的这个野鸟的细节啊 也会降低 有人问说待会会分享作品 我会的 会分享作品 但是用很特别的方式 那待会我再试给你们看 那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 我们原来的镜头受到限制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来 来 来电通改变 就是使用这个叫加倍镜 二 二层加倍镜 那 这个加倍镜呢 怎么去配合 你野鸟拍摄的镜头呢 就是说 当我们手上一个 320.8的这个镜头啊 我们把两倍镜加上去以后 他会变成什么结果 我这样把它加上去 他把他的焦段变长了 300乘以2就变600 那2.8呢 相对他的最大光圈呢 也必须乘以2 他的最大光圈就变小 就变F5.6 那他的 就是说 当你把320.8的镜头 变成600 5.6的时候啊 你的最高的快门速度 也就跟着下降 但是呢 你就可以把更远的野鸟把它拉近 这个是一个镜头的一个 选择技巧啊 跟变化 那个因人而异 因为很多 就是说 你在你要选到适合你的这个镜头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喜欢在森林里面啊 或者是在野鸟的棋地 湿地也好 长时间的拍照 可能一拍就是半天 那这样的镜头啊 相对的 手持啊 可能 一两个小时 就会觉得 稳定度就降低了 他有他的优点 他也带来一种负担 有的人会就会选择 我可能要比较轻巧的 可以 比如说我在雨林啊 在森林里啊 在哪里 我可以 拍摄很久 但是呢 我手持啊 不会太疲累 可以维持长时间的 手持的稳定性 那也更激动 所以 有时候摄影 他没有说绝对的好与不好 就是说 要你怎么去运用它 那在这个可换镜头的相机里面 甚至也会用 像最轻巧的就是这个Forcer System 近年也有很多人 甚至有的人也会从全片幅 因为太重了 去转成这个Forcer System 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影像截取器最小的这个系统 像这个系统它的优势就是说 像我这个是100到300的镜头 像这种规格的镜头到全片幅呢 它就是100到300 但是到这个我们叫3分之4系统 它就会自动乘以2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 因为它的影像截取器比较小 它可以 它就是裁切的那种观念 就是说 它不是用全片幅的 所以这个镜头 装上这个3分之4系统呢 它就自动 焦段就乘以2了 等于你用小小的一颗镜头啊 你可以把很远的野鸟啊 把这个就变成200-600 把它拉近了 那这个是 这种 相机跟镜头 匹配起来的一个优势 当你知道怎么去选择 适合你的系统 那然后再来光圈快门 ISO值 懂得如何去搭配运用操作以后 接下来啊 我们要进入到的阶段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 让你可以去掌控啊 这个相机提供你的一个操作界面的一个变化 就有点像我们开车啊 你怎么人车合一 那拍照呢 我们讲人机合一 就是说 这每个操作案件啊 你去熟悉它 假设我拿一台啊 这个体积比较大的相机来说 其实我们一台相机啊 拿到手的时候啊 第一个就是说 手感 握持的手感 那首先啊 就是说 背在背上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在野外行走啊 有时候你手滑了 相机不会摔到地上 第二个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舒服的一种 取景啊 拍摄啊 运镜 运镜的这种手感 跟握持方式啊 我先讲一个眼睛呢 第一个眼睛很多人 这个大大多数的人啊 就是说他会扎一个眼睛 然后呢 背到观景窗 来看 但是啊 我建议大家 尝试啊 不要扎 不要扎一个眼睛 就是说两个眼睛都张开 然后呢 然后直接看观景窗 你用左眼去看观景窗呢 然后你 其实你的右眼啊 就有被你的这个右手啊 稍微微微的遮住 两个眼睛张开啊 你的视觉敏锐度比较好 当你第一个眼睛的时候 你另外一只眼睛的视觉敏锐度 会下降 所以我们在拿起相机的时候啊 我们用单眼相机 尽量两个眼睛都张开 来拍摄 那这个是一个优点 另外一个优点啊 就是说 视觉敏锐度的优点 另外一个优点 在野鸟摄影来讲 你两个眼睛张开的时候啊 你从观景窗看 看出去啊 你是在 有点像 在找那个 按快门的那一个刹那 比如说鸟的 他的 动作啊 知识 你觉得到什么样的状态啊 你想按下快门 第二个是说 比如说 鸟在这个树枝上啊 休息的时候 如果他飞起来的时候 你另外一个眼睛张开啊 你可以知道他往哪个方向飞啊 你可以马上转换啊 再去拍摄他 飞起来的这个 这个 你可以去追踪他 哦 你可以抓到他 往哪一个方向走 如果你是闭一个眼睛的情况啊 那这个鸟 就追踪不到他了 就是说 在野鸟摄影啊 两个眼睛张开啊 有这样的优点 哦 那再来就是说 握持的时候啊 就是说 我们握持以后啊 我们会空下这个食指啊 还有这个拇指 对相机的设计上啊 就是说 他很多的操作按键啊 就是让你这些手指头啊 可以去操作 可以触碰到 哦 这个就是你最常用的这个操控的位置 那我就是在这些操控的位置的部分啊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手上啊 有你使用的器材 那你就是要去看这个 相机的这个说明书 这个分解图 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做设定 你熟悉他以后啊 你一到野外啊 这种比如说 呃 鸟类的 哦 他静态动态 你就很快的去新换 那开射野鸟的最佳的模式是什么 最佳的模式啊 就是说 是快门优先模式 为什么是快门优先模式呢 那快门优先模式是怎么来设定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模式是快门优先模式 那 很多拍摄人像或风景呢 他喜欢用光圈 优先模式 去掌控景深 那快门优先模式呢 我们是 针对野鸟啊 比如说他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比较慢速的快门去拍摄 那影像不会模糊 那他他觅食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通常会把 看他觅食的速度快还是慢 可是会把快门速度啊 拉到一千分之一秒 把他的动作凝结下来 那他飞行的时候呢 因为飞行速度 就是说都会比在陆地上要快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快门速度啊 拉到两千到四千分之一秒 甚至更高 看鸟的种类啊 你看他飞行速度 你去感觉就是说去尝试 把快门速度拉到两千以上 拍摄飞行的鸟 觅食的话就大概一千到两千 那如果停下来休息的 我是比较建议大概是在 四百到一百之间 这样的快门速度 所以为什么就是采用快门优先 去拍摄野鸟 就是因为你可以针对野鸟的这个 动静去采取高速快门 低速快门的对应策略 所以 这个是快门优先 你怎么去运用的部分 那相机 当你设定快门优先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ISO把它设定到全自动 那它的底片感光 就是说影像截取器的感光度 就會配合你的快门速度去做调整 那相机的光圈 也配合你的快门速度去做调整 所以第一优先 最有优势的模式是快门优先 这个模式 那第二个优先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野鸟啊 他是一直处于休息的状态 那你就可以尝试 如果光线条件也好 你就可以尝试光缺优先 所以光缺优先 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像效果 那我拿一个镜头来做 这一颗镜头啊 因为它有标示景深 当我们 这个野鸟假设是在休息 我们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拍摄它的时候 我们去把这个光圈 把它光圈缩小 因为光圈缩小 你可以提高影像的锐利度 然后呢 你也可以提升影像的景深 会变得比较深 那你可以 就是说 假设野鸟呢 他是跟你 他的 比如头面向你 他的尾巴呢 是离你比较远的这个位置 你把光圈缩小啊 你可以把 比如说 头也拍清楚 尾巴甚至尾巴也拍清楚 透过景深去涵盖到野鸟的全貌 如果你光圈放大的时候 常常我们拍摄野鸟 他只有大概头部的位置 或眼睛那个地方清楚 可能腹部尾巴都是比较 在景深之外的就比较模糊 所以这个 在我们光线条件足够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条件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切换成光圈优先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选择的模式 那除了这个光圈快门 这个优先的这个选择变化以外 再来啊 后面就是说 你怎么样在拍摄的时候啊 去做灵活的变化 那拍摄野鸟来讲啊 好多人就是觉得说 天气好才能拍摄 或者是说 白天的时候 可能破晓以后啊 才去进行拍摄 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就是我们做摄影 就是我们从事摄影啊 或者是说你对影像創作有兴趣 我们就应该啊 要做比较多的变化 我们去尝试啊 就是说 各种拍摄的可能性啊 不要受到 就是说摄影 其实它是 你不需要受到局限的 只要你 你能够灵活运用啊 你都可以不需受到局限 我打个比喻 像好 就是说大概2015年左右 那个 在金山啊 就是那只米鸟 在金山带500多天的西伯利亚牌 我也有去拍 就是很多人啊 可能是说 天气已经很 就是说太阳 就是说太阳已经 没入海平面以下了 那天空上也没什么余光了 余光很弱了 那他们很早就离开了 那但是呢 我会待到很晚 这可能有反光 真的不行 光你可以向后一点点 向后勉强可以 像太近的时候呢 那个光闪掉 因为他们没有加那个玻璃框 啊 对对对对 哎呀 我看一下可能 因为我有一盏灯啊 他熄掉了 我插个插头好了 那个灯照到这个画面 就看得到 因为那个装电池啊 他没电了 谢谢谢谢 有了有了有了 他还亮了一下 有自动沉电 哦 这个是他在夜漆啊 哦 他又洗掉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我用大概说明的方式好了 因为我一下子找不到这个插头 好像都看不到哦 我再试一下 我先换个角度可以 我大概 你们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我是用 傻瓜相机拍摄的 就是说 其实拍摄野鸟啊 就是说 你可以看情况去变化 就是说 你要拍这个鸟啊 带颈啊 哦 这个照片 我有在展场上 把它展览出来 就是说 不是说没有光线 你就不能拍摄 因为现在是数位相机 就是说 你都可以去尝试 就是说 这个ISO是拉到6400度 虽然他的影像例子很粗 但是啊 你可以记录到 野鸟啊 他晚上啊 他怎么 怎么睡觉啊 怎么夜漆 所以 不是说 没有光线的时候啊 你就不去拍摄他了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 其实就是轻便型相机 不可以换镜头的 那他的 他也没有长焦段 就是一个 旅游的傻瓜相机 有些情况也可以拍摄野鸟 有些情况也可以拍摄野鸟 那再来 这一张呢 就是说 这个是啊 就是说水天一色的时候 在金山的这个水天 这个也是傻瓜相机拍的 就是说你要表现啊 他在漆地 那这个漆地啊 光线的 带来的一种氛围啊 你可以去把它捕捉下了 那甚至是 就是说在创作上啊 你也可以拍摄一个 并不一定是说 你要把野鸟的羽毛的纹理啊 都表现得很清楚 你也可以拍摄一个剪影 就是说 你可以很多的尝试啊 那或者是像这种特写 对不对 就是特写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们拍摄野鸟啊 是其实是 没有所谓的一种局限性 就是说 你可以带到它的栖息地啊 去让看照片的人 知道它 是在什么样的环境 栖息啊 去生活 觅食或繁殖 这个你都可以去 采取一些变化的 这个拍摄方式 那 有的人喜欢就是说 拍摄很多的鸟种 那有的人喜欢呢 单一鸟种啊 他做比较深入的观察 就是说长期的观察 那像他这个跳球偶舞 如果长期的观察 他的行为啊 你就可以拍得到 他比较丰富有变化的一个行为 等于是说你可以 比较深入了解 这个鸟种啊 他是怎么成长啊 他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说他从那个亚成鸟 变成成成鸟 即使 只有他 一只在那边啊 他还是很 因为他的天性啊 他就会跳球偶舞了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种单一鸟种 然后你去拍摄他的 行为变化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拍摄鸟一定要高速快门 那我有一张啊 比如三十分之一秒 这个是三十分之一秒拍的 哦 就是说 其实那个 几乎是没什么光线的 30秒 曝光30秒 我讲错了 用30秒啊 去拍摄 因为他已经夜期了 那他的动作啊 已经是停下来了 那当然夜期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些动作 会有梳理他的羽毛 那你30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会产生一些虚影了 所以一张照片啊 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他 头埋在翅膀里面 夜期睡觉 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 这个虚影 他出来啊 他有时候头都会伸出来啊 再整理一下羽毛 又再埋在翅膀里 这个睡觉 夜期 我就说 有三十秒的 或者是 有六十分之一秒也好 有高ISO 有低ISO 那光圈呢 有大光圈 有小光圈 所以 这个是一个你在 拍照的时候啊 可以去做各种变化尝试的 当你尝试的越多以后啊 你遇到啊 不同的光线条件 不同的环境 或者是不同的野鸟行为啊 你的成功率就会提高了 好 那 大概是 这样啊 我就是说很 就是说很重点式的啊 向大家介绍这个野鸟摄影啊 你要怎么去掌控 就是说 掌握住哪些关键的这个技巧 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 谢谢国航的分享 非常非常棒 那我们现在 开放问问题 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 听完之后 可能不胜理解 所以有什么地方你觉得 要请国航再多做点说明的 来 大家不要客气 直接说就好 有些问题 直接请教国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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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这个答案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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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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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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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了寫這一本書 我就把這個 就是說 應該是說 類單眼 從影像擷取器最小 到稍微大一點的 到一吋 到三分之四吋 到APS 到全片幅 我都買了 用設備去 原生出文章 然後 同時還有帶一些 就是說 以前我當舊上志工或跟鳥會朋友 這個學習到的很多 鳥類觀察的也把它帶進去 所以在攝影的部分 我已經是說 用盡全力 把這些器材怎麼操作運用 還有拍攝的 示範都寫在書裡 大家可以參考 我這一本書也是 蠻適合野鳥攝影的 謝謝老師 謝謝 那 朋友們還有什麼 攝影幫忙 攝影 攝影就是 光圈 快門 ISO 說起來 好像很簡單 就三個重要元素 但是呢 要靈活運用 還真是不簡單 因為在深入的功能 其實就是說對焦 你怎麼去 飛行的去追蹤對焦 或者是定點的 你怎麼利用去點對焦 或者是切換對焦 好啊 李彥哥 感謝你支持 改天去找你 買書 然後 還有包圍式曝光 也是拍攝野鳥 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你按一個快門 它會有 曝光 稍微減少一點 還有正確曝光 還有一個增量 按一次快門得到三張不同結果 那就提高你的成功率 那這個就是一個可以去進階操作的功能 那其實我認為相機裡面有的功能啊 你有這台相機 你就去盡量去嘗試這些功能 那你就可以抓到說 這些功能啊帶出什麼樣的效果 是不是有增加成功率 那你就會 那台你手上的相機就會越用越好 對 光老師因為 不是每一位都有單眼 如果他手上是一個類單 對 那怎麼樣他發揮這個類單 最大的這個 兵器效用 那類單的話 以我用這個 比如說 市場上大概 2萬塊以內的啦 就是說 因為它的影像擷取器是最小的 那它 本身有受到限制 所以它的弱點啊 你就不要去觸碰它 比如說飛行的野鳥啊 我試過啊 它的追焦功能啊 是所有相機裡面啊 就是說最差的啦 因為你要追焦功能好 它的影像擷取器 必須至少是1吋以上 所以那個是 這個2.3吋 還是2.3吋 這個像Nikon的啊 這個它有一個系列P 還有B系列 都是這種最小 2.3吋超級小 然後影像例子比較粗 那用這種入門相機的這個技巧 就是說 你要盡量的 去把野鳥啊 透過這個鏡頭把它拉近 因為影像例子粗 那你把這個野鳥拉近以後啊 那野鳥的細節就變多了嘛 那就不會說 因為影像例子粗 野鳥又沒辦法拉近的話 那它的細節就會更少 那你所要拍攝的主題啊 就更不能突顯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技巧 再來就是說 當然 影像擷取器 越小的相機啊 它必須要有 越充足的光線 它的影像才能表現得好 所以你也要盡量去 利用這個 條件好的光線情況下去拍攝 那 全面圖的相機啊 就 就相較之下 比較沒有這樣的限制 因為雨天也能拍攝 陰天也能拍攝 陰天也能拍攝 它就沒有那種 就是2.3吋 這種最入門的那種限制 我有個問題 OK 可以嗎 對 如果說 用手機的話 然後接望遠鏡的話 那手機如果接望遠鏡 第一個你就要有一個轉接座 那個轉接座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 那個轉接 你如果是用手的話 那會很沒有效率 再來你很不容易抓到那個 中心點啊 比如說鏡頭的中心點 跟你的手機鏡頭要對準 那你很不容易抓到 所以你要針對你的望遠鏡去購買一個適合的手機 接目鏡的這個轉接座 下課中生啊 提醒我老師在提醒我們 會不會下課了 來繼續 OK嗎 因為如果是單筒的望遠鏡 它的鏡頭轉 它的這個手機轉接器 它的口徑 因為目鏡大嘛 所以它的這個手機轉接器啊 就相對比較大 雙筒望遠鏡就會比較小 那拍攝的時候呢 手機它有一個定時拍攝的功能 如果你用手去按會震動 所以你可以利用定時自動拍攝的功能 你就不會因為手去按快門啊 產生震動 因為震動會降低影像的凝結度 所以你要利用手機的這個 甚至手機有聲控快門 聲控快門 你用聲控 那就更沒有觸控的震動 也是一個技巧 好 瞭解 謝謝震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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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在治療牙齒啊 還沒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 準備要把握機會喔 教官 教官 請說 教官工商服務時間 有準 志強 台中 志強 志強哥 來 志強請說 來 工商服務時間 一年一度的螃蟹夜間調查又開始了 希望如果有建議來高美螃蟹調查 或者做夜間觀察的 高美師弟的部分 因為前年教官跟大嫂 很棒 志強 你把你的活動時間發給我 好 好 那我轉給大家 有醫院的人 可以過來 因為難得一年就那麼一次 對 我把時間 發給教官 然後把日期 這樣子 如果有醫院來的 可以組團兩個三個 一個也沒關係 甚至一群也沒關係 滿有趣的 對 滿有趣的 真的很好玩 謝謝志強 謝謝 工商服務時間 謝謝 國防繼續 那我後面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個 輕變型的相機 它是在1923年 就是萊卡的工程師奧斯卡巴納克發明的 因為以前的相機啊 都其實非常的大 你看 這個比我的頭還大 哈哈 所以 在以前啊 攝影的時候啊 比如說你 很難 就是戰地攝影記者 他沒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或者是一些 街頭速寫啊 他都很困難 就是很多題材啊 是因為器材太大而受到限制 好像 那 我們以前啊 去照相館拍照啊 這個是比較大的底片 叫120底片 配合這種相機 我們這個叫 腰瓶式管理窗 我們是這樣取景構圖的 所以 很大的相機呢 你沒辦法從事 很難從事野鳥攝影 那 近代呢 就是說 這個是特別是相機 進到數位時代的時候啊 其實使用上是更加的方便 而且功能是越來越強 所以其實大家 就是會更有信心啊 就是說去 拍攝這個從事野鳥啊 野生動物攝影 就是運動攝影 其實 現在的相機真的是成功率是 真的是越來越高了 比起以前的相機啊 而且更激動更輕巧 所以 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說 還沒入門的啊 可以趕快入門啊 去嘗試看看 他其實有很多的樂趣 好 如果大家目前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要 謝謝國王老師今晚的 請郎享受今晚非常精彩的分享 非常非常謝謝 那我想 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的群組 發出來 我相信國王老師也會很願意 為大家 沒問題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又有兩位 我們朋友加入 余慧跟朱一國加入 所以呢 我們再來拍一張團體照 哈哈哈哈 我們拍第二張團體照 那個 俊安 又又又又又 剛剛好像沒有辦法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個畫面上面 那要怎麼辦呢 那沒關係我這邊可以啊 那個要看螢幕解析度啦 剛剛你傳給我的那個照片裡面 也是有兩位 沒有辦法 沒有他 他是不是後來才加進來的 我現在這邊是全部都有顯示 OK 你現在可以是不是 現在可以啊 好啊 那 各位請把你的攝影機打開來 我們準備拍第二張團體照 好 各位坐好 好 衣服穿好 衣服穿好 衣服穿衣服沒有 然後 來看著螢幕 不要動 因為你一晃動 一晃動之後 螢幕就會動 其他不要動 哇 大家現在很好看 很好看 衣服趕快來 可以 衣服快點 好 謝謝 謝謝 OK 好 好 請看著螢幕 保持微笑 不要動喔 好 志祥你要停止不要動了 志祥 OK 來 123 OK 謝謝 謝謝 非常非常謝謝 大家今晚的出席 那我們今年很遺憾 我們沒有拿到這個主辦 台灣官僚馬拉松 常常比賽的這個主辦權 那也好 沒有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 輕鬆一點 那我就可以 準備要下個月要出國去賞鳥去了 不用再談這些事情 不過到時候 差不多如果活動出來的話呢 我還是鼓勵大家 願意去的話 也去參加這個活動 這邊看看別人 什麼要辦的比我們好 對我們未來學習的機會 那今天很遺憾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這個 一萬兩萬到九萬到現在 還是保持六萬多 什麼時候會稍微降低 可預期的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 找機會聚餐吃飯 所以等到疫情再緩的時候 我們再來安排 再來約大家有空的時間呢 我們排照聚餐吃飯 這是本會一年一度重要的儀式 可以隨便忽略過去 算是見購一餐 我們後會有期 一定要聚會吃飯 在這個期間 大家要保持自己的健康 保持心情愉快 一個新山 將來會更多美好愉快的生活 所以謝謝各位今天參與我們的會員大會 非常謝謝 有任何的意見 我們都會在